跨年圓暖連假今天開始了 一起來關心到天氣狀況 因為不少朋友可能緊準備要出遊 今天是會受到東北季風減弱的影響 其實北台灣的溫度會明顯的回升 高溫可以來到23 24度 那其他地方尤其上是南部地區 高溫更可以來到28度相當的溫暖 但是要提醒中南部地區的朋友 日夜溫差還是滿大的 所以出遊的時候記得 還是要記得多戴一件外套 而且因為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整體的水氣是比較多的 所以像是東半部地區都有局部短暫雨 而中部以北還有南部的山區 也會有一些零零星星不定時的藏雨 整體的藏雨情況我們一起來看到 其實是因為東北季風減弱 然後雖然這溫度回升了 但是可以看到 因為這水氣比較多的關係 像是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藏雨的狀況 甚至包括像是中南部的山區 也會有一些不定時的零零星星的藏雨 不過31號的天氣如何 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因為大家很多人 都要準備來去跨年的演唱會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 要到像是東半部地區跨年 那你就要提醒啦 要去東半部地區跨年的朋友 可以看到像是藍層層的一片 為什麼呢 這就是因為受到接下來 東北季風又增強的影響 所以可以看到 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包括像是宜蘭 花蓮 還有台東地區 甚至像是東北角的部分 像是基隆還有宜蘭這邊 其實都是有藏雨的狀況的 所以如果您是到東部地區跨年 想要看到元旦曙光的話 可能就要碰碰韻氣 不過不只這個下雨的情形 要特別留意 其實溫度的部分 也要特別提醒您注意喔 那雖然今天可以看到 溫度是明顯的回升 剛講到北部地區可以來到23 24度 南部甚至可以來到28度 感受上很溫暖 但是接下來可以看到是溜滑梯 東北季風增強之下 其實最冷的時候就落在明天 也就是跨年夜的時候 北部地區低溫 可能會下灘來到14度 所以要特別的提醒 如果有從中南部來到 北部地區要跨年的朋友 要提醒您留意溫差 要記得多戴一件厚外套 最後要提醒您 今天有哪些地方要特別注意呢 中南部天氣晴 東半部有短暫雨 但是要特別留意的是在明天 因為跨年夜的時候 會是這一波冷空氣最冷的時候 低溫可能會下灘到14度 提醒您要注意保暖 接下來一起來關心到 各地的詳細溫度預測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